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爱奇艺泡泡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周杰琼 要命了这个问题 不是 这个问题呢 其实也有很多人问我 说更喜欢哪一个 但是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都是一样热爱 我没有觉得说他们是有分界的 只是可能我会自己在拍戏 或者说享受舞台的时候 会换一个频道 但是他们都是艺术 对我来说我都非常喜欢 对 我觉得大家对我的印象应该也是 做了唱跳歌手之后 又做演员这样 但是他们只是知道我的身份 不知道我的作品 所以这就是我要努力的方向 加油 正想私教的标签是什么 正想私教的标签 我觉得我没有标签 希望大家多贴标签给我 可以让我们透露一下你的舞台吗 对于这次舞台满意吗 就是这次给大家准备的舞台呢 我其实觉得对我来说 也没有那么的完全风格不一样 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小小的不同 加了很多元素在里面 然后唱跳 吹拉弹唱 没有吹也没有拉 弹唱占了一部分 然后还有跳 弹唱跳都占了一部分 然后可以期待一下 对 一起来比赛的朋友中 哪一位是你不想想合作的呢 因为我没有跟别人合作过 所以呢 其实我也都ok 我也特别特别就是 欢迎别人跟我合作 因为我没有太多 跟别人合作的机会 但是如果真的要选的话呢 我其实比较想做 自己比较喜欢R&B的那种风格 想找个rapper跟我一起 对对对 之前有见过韩红老师吗 韩红老师跟你想象中 有没有一样 之前没有见过韩红老师 都是通过电视啊 然后很多其他的途径 这次见到韩红老师 其实非常非常的惊喜 因为可能她入行也很久 然后是个大大大大大前辈 肯定会有敬畏之心 但是呢她一下子就把我们 所有的女孩子 都像是加入了她的大家庭一样 就是真的像对待小孩 小朋友一样 把我们当成家人吧 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是觉得 因为有韩红老师在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 其实也没有那么疼